呆萌可愛的元寶一看到生日蛋糕 就被大大數字四的甘蔗給吸引 直接叼起來拿到一旁作者慢慢吃 還不時東張西望擺出最好的角度 讓民眾拍照 6月28號是貓熊元寶的四歲生日 元芳特別製作了一大塊的冰磚蛋糕 用鳳梨拼出一個大大的愛心 還有窩窩頭做成的小貓熊 更把紅蘿蔔切成愛心形做點綴 不過一下子就被元寶推倒在地 很開心 很可愛 很療癒 元寶四歲生日快 然後希望他平安長大 然後當然也希望之後在未來 他可以為台灣的動物園再生一個小寶寶 雖然元寶今年進入發情狀態 出現甲韻的行為 食慾變得不太好 但元寶還是很捧場不停地在啃甘蔗 看了療癒人心 就是今天很開心可以來熊貓館 對 因為之前來熊貓館的時間都很短嘛 就是我們到排隊看然後大概只有30秒的時間而已 本人真的很可愛 比影片還可愛 元寶進入成年階段 未來的配對問題也成矚目焦點 動物園透露有持續在跟大陸方進行協調 下個月6號就換元寶生日 讓粉絲能再看一場萌萌可愛的吃播秀 同天也開始延長營業到晚間9點 更首次推出夜間列車 讓民眾飽覽動物們的夜生活 房秀流行文明顯台北曾報道